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凯博Talk Show 高龄化的台湾 长辈的生活品质 真的是值得我们关心的问题 而根据一项流行病学显示 这个社区当中65岁以上的长者 其实每一年跌倒的发生率 大约是30%到40% 不过您知道吗 这个年纪越往上走 如果您超过80岁的话 我们一年跌倒的几率 大概会超过这个一半 尤其是如果在养护中心的朋友们 也是跌倒几率也是超过一半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 我们还是要带您请到了三位专家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保命防跌倒的重要性 我们首先请到的是 我们这个国立台湾大学 物理治疗系的教授 曹昭毅 曹教授 也是我们这个台湾物理学会 治疗系的理事长 欢迎理事长 是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我们物理治疗师呢 最希望能够帮忙大家 增加自己的体能 增加自己的活动力 那那个保命防跌 保密防跌 就是很重要的事情 好 就是保骨质密度嘛 是 好 让大家有一个健康的忍生 好 那再来第二位贵宾呢 哇 这个是我们这个 文山区守护大家健康的这个菩萨了 我们台北市文山区健康服务中心的主任 魏文立卫主任 欢迎主任 主持人跟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文山区健康服务中心 魏文立主任 那我们目前在社区的话 因应高龄社会的来临 都在推一些健康促进的活动 有相关的需求都欢迎找我们 好 主任刚刚还没讲到 都是免费的对不对 好 欢迎大家 好 再来第三位呢 哇 这是我们长期在社区 非常活跃的健康美少女 竖琴姐姐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台北市文山区的健康之身美少女 叫竖琴 好 健康之身美少女 真的看不出她的年纪 其实那个上一节节目里面 其实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说 这个运动啦 这个在这个房碟 在我们这个对于 银法生活的重要性 那其实为了能够提升 这个银法族的生活品质 我们也出去交朋友 也出去运动 我们就开了一个 悠游房碟班 这是卫生局跟我们师大合作的 这个班级 我们先看一张VCR 跟着轻快节拍 他们是来自台北市12区 平均年纪80岁的爷爷奶奶 参加围棋十周的 优活房碟班成员 大伙拿起球 面带微笑 听老师口令做动作 接下来还示范如何用弹力带 训练反应又增加激励 来自中山区 63岁的左先生 也带着94岁的老妈妈 参加房碟班 除了练身体 也增进亲子感情 根据调查 台湾银法族最常做的运动 就是健走 虽然64.2%的运动量 每周超过150分钟 不过几乎达不到该有的运动强度 甚至还有近半数高龄者 每天久坐超过7小时 关心银法族健康 台北市卫生局连续两年 跟师大合作推动防碟班 先评估个人衰弱状况 再建议从事适合的活动 增强有上肢下肢 那我们也柔软度 平衡跟肌力 还有心肺耐力 安排不同的这种活动 但是呢 以前我们都是坐着 或站着动 那现在我们加上了 坐姿生活形态 坐的部分呢 也能够活动 所以针对它不同的 这个健康身体情况 我们安排不同的活动 在我们12个区 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课程 那课程出来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会 借由这样子的 一个简单的筛检 让长者知道 自己的一个健康状况 那借由这样子的一个运动 以及饮食 还有知能的提升 来注意自己的健康 虽然目前年长者跌倒率 比起以往稍微下降 不过专家提醒 要预防跌倒 还是要从规律运动 营养摄取做起 包括居家环境检测 也必须要注意 才能拥有健康 自主的生活 记者不太有 蔡宝莫岛 哇我们刚看到VCR里面 这个长辈呢 我们运动都很开心 而且大家都能够活动自如 里面据说 还有90几岁的长者 还带着他的儿子 一块出来运动 这个幽活防跌班 是不是真的很夯 对 那个这是台北市政府卫生局 一个健康促进的活动 当然就是说跟师大 还有曹老师这边 共同的合作 那我们是找这个65岁的 一些社区的长辈 那这些长辈的话 65是基本款 对 像宿经界却一样 65岁我们还叫做长者 那当然在社区的话 我们就是希望称他大哥大姐 我们希望大家的心境 能更年轻化 那我们会先筛选 在社区的长者的话 有一年内曾经有跌倒过的 再来就是进行 有跌倒过的才能够参加 没跌倒过的 就是比较高风险 高风险 比较高风险 所以我们更希望能够促进 那再来就是说 我们会用一个衰弱量表的话 先来评估 像说会有三个部分 一个是体重减轻的部分 那一个是下肢功能的退化 再来精力降低 那什么叫体重减轻呢 一年内的体重 也减少3公斤以上 那这个是有做评分的 一分 零分还是一分这一部分 那下肢的功能 就是说坐在椅子内 15秒内 他自己有没有办法 站起坐下 站起坐下 这样的五次 那经历下去的话 就是说一周内 怎么提不起劲 就是说成无精打采的话 至少有三天以上 那这边我们就有一个评分 总分一分的话 你是衰弱的前期 那再来总分两分以上的话 就是衰弱期 那当然预防衰弱的话 不外乎是营养这一部分 再来就是我们的运动 所以我们围起 这十周的运动的话 把多元的营养运动 还有健口操这一部分 牙齿的保健 因为健口操跟牙齿保健 是跟营养息息相关的 所以是系列多元的活动 那民众他是喜欢 参与这个活动 那参与这个活动 我们希望付全给他们 回家能融入日常的生活 所以这个等于 回家做功课的意思就对了 好 那主任您的意思就是 我们就是会先评估 假设说评估 哇 我真的是衰弱期内 这样我可不可以参加 长辈可能会很紧张 那我可以来参加吗 可以 只要是衰弱 就是衰弱的前期 不衰弱不能参加 是不是 我们先找高风险的 OK 你如果没有衰弱的话 你可能在平常的营养 平常日常生活的照顾 还有一些运动 你是可以应付自如的 是 所以我们是针对高风险 这一方面来强化它的激励 好 应该是说我们的名额有限 所以我们希望把它用在最刀口 用在刀口 所以就是比较有问题的先来 那当然如果你没有风险 你愿意来的话 我们也会给一些一般的尝试 也欢迎就对了 哇 这个理事长 把我想要问的问题问出来 所以其实我们就是等于是 也算是有名额的限制 因为我们是会先把这个 用在我们高风险的朋友 每一个班都会有名额的限制 主要是说除了活动空间 再来就是说我们专业的师资 在带领这个长者 都希望能彼此继续互动 而不是说单纯来听听课而已 了解 好 那肃琴姐姐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加入这个班 因为我听那个主任这样讲 我评估 我偷偷评估一下您应该是零分 就是不会是高风险的 为什么想来参加这个班 因为想来参加这个班 也是姻缘际会啦 那一个朋友他们就是 也是在那边当志工嘛 然后一当这个DM发出来的时候 他马上电话问我说 竖琴姐这个摔跤的耶 那个我说什么摔跤 他说就跌倒了 我说我还以为说是那个摔跤啦 摔跤啦 我说那我就说好啊 那跌倒那我就去啊 因为像我们现在这种年龄 是不堪一跌 一跌下去的时候就不知道 什么时候能够站起来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说真的是很好耶 那个我们的台北市政府 既然就说是跟这个健康中心 还有师大办理这个活动 那我当然要报名嘛 而且我们就近就在自己的文餐区后 对 然后最重要一点是免费参加 老年人没有收入啊 然后就是要去参加这个 这个就是说是免费的那个活动 然后又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健康啊 所以我就报名了 是 不得了 这集大家一看到可能明年要额满 对对对 这是秒杀 秒杀 据说真的报名反应真的很热烈 对 因为之前我们比较没有限制一定要衰弱或衰弱前 所以让素晴姐姐就可以来参加 新年以后我们就觉得说 对对对 可能要给一些比较弱势的人 是好 讲到这边大家可能会比较好奇的是说 就是我们刚开始素晴姐姐是说 我们用那个DM 或者是用大家口耳相传的方式 那当然很快就能得到大家的肯定 那之后的话 理事长是说我们要把它留给 就是可能比较衰弱的朋友 更需要的人 对对那他们可以运动吗 有些现在人看到这边可能 他们还是会对自己有疑问 理事长可以吗 当然可以运动啊 但是就是 譬如说我们就不能带很激烈的运动 就要适合他们体力 跟适合他们能力的活动开始 所以这个带 带这个团体的老师 或者是叫做指导员就很重要了 那尤其是我们也会加强他们 一定要能够评估老人的 一般的身体状况 譬如说每天的血压啊 心跳啊这些 其实一般的身体状况要OK 可以运动 然后再开始针对他们的体能做设计 然后给他们恰当的活动 尤其是引发足 大家或多或少会有一些慢性病啊 或者是下肢不太方便的问题 那如果像这样子的话 主任也是鼓励他们来 对不对 我们其实就是说 刚才老师讲的一些专业的团队 他是真的鼓励这些失能行动不便的话 你一定要去多出来 多社会参与 多运动 强化你的激励 才是对自我的保健 其实只要我们一走出来就有希望 对不对 如果暂时 譬如说他一定要坐着 站着可能不安全 对有的人他可能刚开始不太习惯 那我们也会设计坐姿的活动开始 好 这个要问素琴姐姐 请您分享一下是说 因为刚开始上一集你有分享说 刚开始我们是健走 可是在这里呢 我们教了大家很多 甚至是其实健身房 我们都会练的东西 对 那你觉得这个跟自己运动 有什么不一样 我都是在活动啊 好 因为这种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在我们平常 我们自己走就是自己走嘛 那 那师范大学的这些老师教授 教练 他们就会告诉你 你当你拿着保特瓶的时候 你在行走的时候 你要 要有一个这个幅度 可是保特瓶会有重量啊 有 就是有重量 他就是要练你的肌肉啊 那再来一个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是练走 然后刚刚就在讲 我们是对于就是说是 行动不方便的人的话 我们就做椅子上的运动 椅子上运动的话 就是我们可以用糖粒 你用那个糖粒袋 今天忘了带糖粒袋来 你那个糖粒袋 你就是这样拉伸 你这个手就可以 刚刚在我们VCR 大家可以看得到 就可以在做这运动 你这个手跟脚 你就会有力量了 然后还有一个 我们都是运用我们那个球啊 那个球的话也就是大家传 传过来传过去 这样子 有的还往后耶 往后 往脚 对 这边是在弄的时候 你就是会让你的手脚 全部都动到了 是 就是在教练讲的 你什么什么鸡啊 什么鸡 你都会 没关系 跟不上没关系 对 都训练到了 那不然的话就是说 在我们以前我们就松弛嘛 你就说练了这个手指头 手指头 你拿那个球也是可以啦 对可以这样子 对不对 也是可以这样子捏的 让你就是说 你各方面力气 你这边捏的时候 你这边就会 也会有感觉 对 那你这个球在传 你这个大腿下来的时候 这个也在训练反应耶 对手脑备用的感觉 还有你这球 从后面传过来 从上面传过来 然后再从左手 再传到右手 再过来的时候 你全部你都训练到了 没错 万一跟不上怎么办 我曾经有拍到 就是有些长辈 可能身体的关系 万一没跟得上的话 没有关系啊 就是说是跟不上的人 你就慢慢来 球掉到地上 你再慢慢的再捡起来 你就不要非常的 不要紧张 你就是说是 你当你 也不用更小啦 不需要啊 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人都是从小嘛 学习嘛 是 对不对 就是像老了也是一样 你这个球掉到地上 你缓慢的去捡 不要造成你的 心理压力 对 是 好 应该是跟自己 对 不要说我隔壁的人好厉害 我一定要这么厉害 对啊 有的人看了另外好快 他就会有压力 但是运动不是竞赛 对 应该就是看自己怎么样 了解 我的感觉 它是很像一个游戏 也很像一个合作 对不对 好 这个是我们优活防蝶班的一个课程 不过呢 其实我们还是要来问主任说 有一些比较不爱运动的影法组长辈 你们要怎么样 push他们走出来 好 我们这一次是有纠办的话 就是说利用朋友 联居 或者是好伙伴这一部分 是 因为运动有时候你要有伴 你才会有动机 是 那第二个当然要我们的课程 很吸引人 当然 那吸引人的话 他会有这个活动结束 我们有另外一个健康促进的活动 他就会持续的参与 那学习这个活动的时候 你让他增强一些自信心 那他真的是说 激励有强化了 譬如说我可能提个东西 提个便当或者几样菜 他会觉得说怎么熟 也是很有利 对 对 因为长辈我时候也会去市场 或超市去买买东西 那训练之后他突然觉得说 我可以两手 可以两大包的东西了 对 或者是说 比以前进步了耶 对 就是说上肢 那下肢这一部分的话 他可能有时候平常 他觉得走路缓慢 对 再来他慢慢的走路 他会有比较快的 透过一些剑走一些训练 或快走的训练 那也发现说 他可能有时候过红绿灯 他秒数比较长久 那我们也曾经发现老人 在走路走一半 没办法动 或者是跌倒了 这个都是激励不够的 从日常生活的一些改变 那我就明白了说 有没有激励的进步 是 进步其实就会让他们 还有很大的动机来 对 其实真的哦 其实主任这样子 也得提醒大家是说 其实我们透过一些运动啊 还有一些适当的 一些营养的分享 还有教学 最重要是每天练习 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个锻炼 其实我们的长者 即使他失能 真的不要放弃 不要灰心 我们也能够开心地 走出来精湛广告 不管执行或转弯 都拥有优先通行权 没错 只要设有停让标志 标线或闪光红灯的 就是知道 应让干道车先行 要是没有那些标志标线 或者号制呢 那就进入路口时 少限车道让多限车道先行 车道数相同 转弯车让执行车先行 两边都执行 左方车让右方车就对了 知道让干道 安全最有道 欢迎您回到今天的凯博Talk Show 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优活防碟班 在台北市呢 我们12区可以算是大受好评 我看一个数字 就是参与人数呢 从去年的 2792人提高到 今年的3000多人 而且报名的人数 可以说是越来越热烈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文山 建福中心的优活防碟班 音乐响起 参加文山区台北优活体验营的 引法竹门 拿起运动束带 跟着老师的口令前进 后退 尝试各种运动 既能锻炼身体 又能训练头脑反应 真是一举两得 对我们这个老人啊 的健康啊 相当有意义 能够跟很多的这个 女士先生 大家一起上课 一起运动 感觉非常的喜悦 容易跌倒 蹲下去容易爬不起来 这就是有在明显的 要那个有衰弱的情况的 所以我们办这些 相关系列的活动 为了让民众养成 健康运动的好习惯 我们也有一本 这一本养鸡日记 要那个我们的学员回去 每天记录运动 而这场被门汗流浃背的同时 还有专业体育团队负责记录他们的体势能数据 规划合适老人家的运动方式 要活就要动 想要有好体力 营养的食物是绝对必须 不过要如何料理才能兼顾营养与美味 营养师也示范夏天开胃又应景的 丝瓜绿竹笋米粉汤 新鲜的香菇 然后虾皮 我们用五花肉去爆香 去爆香 取它的油 那个猪肉的油脂 煮起来的米粉汤会比较香 从食物的相关的课程 那把一些营养的元素 让他们知道去掌握重点 把营养蔬菜纤维 优质的蛋白质加入 那去变化我每一餐 真的要感谢我们魏主任 还有他的工作伙伴 这个极力的来推动 这个健康的这个活动 那当然我们只是尽了绵薄之力 所以我们自己本身 因为有比较好的这个场地 那也借这个机会 让我们的这个里民 能够享受到这种福利 为期三个多月的 文山区台北优活体验营 从五月开办以来 就受到很多民众喜爱 从最基础的口腔保健 肌耐力训练 血糖 血压控制 到饮食管理 都有专人教学 由于口碑良好 文山区健康服务中心也计划 继续开设相关课程与活动 守护营法族健康 记者顾菜有 参观部导 刚BCR可以看到 这个长辈们呢 我们运动得很开心以外 我们还可以学那个 怎么样雇牙口 这个营养跟牙口也是非常的重要 主任这个我们 其实不叫优活防碟班 它是进阶版2.0版 叫做优活体验营 对 教什么 好 这个体验营的话 我们一样是针对 就是说社区的长辈 那没有说一定要符合衰弱 我们是透过 这个是围棋12周的 一些系列的课程 三个月 对 三个月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希望就是说 把一些长辈应该注意的 可能它在一些运动机能这一部分 那再来就是营养的这些部分 再来见口槽的部分 因为我们知道牙齿口腔不好的话 肌肉没有力气的话 主角能力不好的话 吞咽能力不好的话 容易去呛到 容易呛到他更不喜欢吃 那不吃的话 就会影响我们的肌力的那个强度 对 所以我们这个除了这三个课程之外 也有一些长辈一些交通安全 因为长辈的话常常外出 对 有时候不小心去跌倒了 或者说没有遵守交通的一些规则的话 很容易是造成我们自我的一些伤害 对 所以透过多元的课程之外 我们也有建置一个像他们的日记本 那我们回去有做功课 有点像是我们以前那个学生时代 对 家庭作业 对 家庭作业 对 家庭作业 对 是 是 我们希望就是说 我们一直在推我的餐盘的部分的话 他回去去检视 我是不是每天有做到 那再来见口槽的部分 他是不是去按照我们的单章 或者是我们的一些VCD去做 确实有做 我们就打个勾 就是这个营养这部分 还有见口槽 再来就是运动这部分 运动的话 有没有乖乖的照我们的团队教导的 他去强化他的上肢激励 还是下肢激励 还是去训练他的平衡 我看到资深美少女 刚刚也在运动他的口腔 对啊 其实你都在落实 我们老师教的 对啊 我们回去的时候就照着他在讲嘛 你知道这样主角 然后还有是说你那个舔那个舌头啊 然后做什么的啊 现在做很难看吧 他有一个动作 他真的有一个动作 而且你是要跟着口诀 要跟着口诀做 对 所以说是在这种就是在我们在做这些 这个口腔运动的时候 是对我们很好 因为当我们的老人家到了80岁的时候 你还有满口的20颗牙齿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主角 我们想要吃的肉啊 猪脚啊 蹄膀 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就是叫我们这个主角的时候 就是牙齿上额扣下 这样子还有很多的动作 这样子 对 其实我记得好像有一个很像阿姨吴欧 对 对 就是 现在维持一下形象一下 没问题 其实我们只要到我们的这个优活体验营 就可以马上可以体验 而且其实主任刚刚是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说 因为我们其实节目上刚一直在谈运动跟防蝶的重要 可是呢 吃东西也很重要哦 因为如果牙口不好的话 东西不好好吃的话 不好意思 我们没有激励 没有激励的话其实非常的严重 没有激励会怎么办 防蝶就破功了对不对 理事长 当然啊 对 就是说像现在老人家会怕有激少症的部分 听说40岁就要开始养 是 养鸡 应该是说越早开始先存下那个本钱 对 这样子即使以后退化呢 你也可以退得慢一点才到达那个激少症 或者是股职疏松的这个标准 是 对 激少症对长者来讲有什么影响 激少症其实最主要就是对他的活动能力有影响 是 那他的症状会是什么 身体会觉得很弱吗 或者是说 他自己当然会觉得没精神啊 很弱的感觉 那最客观的标准就是他的肌肉的量真的是不足 是 那我们有一个简单的那个检测是说 你用你的手去握住 就是等于是去圈住你的小腿尾 那如果你的手 手尾 你这个手尾比你的小腿尾还要大 就是这样子 那就表示你小腿太细嘛 小腿太细就是有肌小症的可能 那肌小症当然最大的就是肌力不足 是 然后就是行动会没有那么敏捷 是 所以小腿太细也是一个风险指标是不是 这样看起来 我每次都给人家讲我这个小腿粗就很好了 至少没有跌倒一下有力 对对对对了解 不过讲到肌力的话 其实我们就是像刚刚主任讲的 我们要那个就是采取牙口 要吃东西吃得好来锻炼 平常该吃什么东西才能有办法让他锻炼的好呢 好 听说是蛋白质 对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说 要均衡的饮食 那蛋白质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在这一章 那这边有一直在强调就是说 均衡的饮食 我们三餐要有足够的蛋白质 那这边我们味教单站有起来 豆鱼肉蛋类的部分的话 每天摄取就是四到六份这一部分 也是我的餐盘推广的那一块 对我的餐盘这一块 我的餐盘我也有带过来的话 对 主任我的餐盘是什么 因为有很多长辈朋友还是不知道 我每天都是要吃饭啊 饭吃好了就好了 好 这个我们会特别制作这个死铁的话 让他长者都贴在冰箱 时时刻刻地提醒 因为有时候你叫他去做这个六大口诀的话 有时候不是这么清楚 所以我们就是说 那从我们的牛奶这一部分的话 早晚有一杯奶 那再来就是说水果就是要拳头大 那饭跟菜比水果要多一点 这是口诀 那青菜是有蛮多的一些纤维 再来就是说饭跟菜要一样多 它有一定的主食量 豆鱼蛋肉这一部分要大概一掌心这一部分 豆鱼蛋肉要一掌心 这个掌心是这里不是整个的熟 那另外就是说我们一直强调坚果种子 这一部分的话 每天要有一份的坚果种子 那来维持我们的均衡的饮食 是 好谢谢主任 这样很清楚 就是肉蛋鱼肉跟那个我们的主食 还有纤维水果蔬菜 还有坚果蔬菜 好那所以这样子营养达到均衡的状况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开始运动 其实运动还是很重要 因为我们刚一直强调说要防蝶 要让我们这个下半身后半辈子能够过得好 其实还是要运动 那其实要运动的话 我们的优活防蝶班 刚刚主任有讲说 我们现在会筛选一些比较高风险的朋友 那看到这边还是有很多人会想说 我如果生病了或者是我的脚哪里不方便 能不能来 对理事长可以吗 脚不方便当然就是绝对的高风险 所以当然是可以来 但是就是我们要希望我们的长者能够愿意来 愿意出来 所以当然就是他的家人或他的陪伴者 要能够陪他过来 那另外的话就是如果实在很不方便的话 其实我们现在长召二给你有所谓的负能 那负能的话就可以有治疗师到家里去 那帮忙他能够做更多的生活的 就是能力的训练 职能治疗师这样子 物理治疗师 物理治疗师 对对都有 是好哦 那如果说他来的话呢 我真的来到了我们的这个优活体验营 怎么训练 对他要怎么开始就是踏出这一步 那我们当然会评估他的能力 那如果说他站起来 他可以站 但是站起来有风险 或者说在活动的时候容易跌倒的话 那我们教练们可能就会采取先是坐着 坐姿的训练 那坐姿其实我们的下肢还是可以训练 然后包括上肢的一些活动 那等到能力比较强了 我们才能够站起来做训练 是好 肃琴姐姐也有看到我们的同学对不对 有没有这样的同学 有 就是在我们这一次上课的时候 就是有一位长者 就年纪比我大 那他的手就已经就是中风过了 可是大家那个老师还是慢慢的 就是说是引导他怎么样来做这个运动 所以老师在教学生的时候 就会说是看你是什么样状况 他有很亲切的说了一句 你跟不上没有关系 你慢慢你的手能够拉到这边 你就这里能够上来到这边是最好 所以在那时候就是大家的呵护之下 让这个长者他每一次都有来 所以这是最成功的一个地方 是好 长者每一次都有来 我们其实一步一步只要让他踏出我们这个 就是自信 有自信了以后呢 我就会越来越要去练 对不对 然后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 那么在今天呢 我们非常的开心 请到了我们三位专家 然后就是我们在社区 雇大家的引法族的健康 其实我相信大家我也要记住说 根据国建署统计是说 每一位跌倒者呢 就像刚刚主任讲的 只要一住院的话呢 我们一次就有可能会 喷掉大概9万到13万块钱 真的提醒大家 我们要保命防跌 让引法族的朋友们 我们的生活能够更健康 开不特不秀 我们下周见 谢谢 谢谢三位嘉宾 谢谢 大家拜拜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